幸福好时光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洋葱爱尔沙 他是台大经济系毕业 然后交大的管理硕士 呆过啊 就是那些响叮当的外商名字 只要你想过的 他都呆过 而且他大部分做的是行销类 还有品牌经理 对不对 那么这招叫做45招 明德职场躺平权 是他的新书 好我们就来讲一个 比较有趣的范围吧 办公室的八卦学 很多韩剧就是从这样拍的嘛 没错 没有八卦的那个韩剧没有意思 没有八卦的没有人生 人生无趣 所以办公室八卦 我是这样子想的啦 绝对不要拒绝参加 因为这样子就有点假清高 水智清无余嘛 你就会变成边缘人 你看你的观点就是很有趣 来请说 对还是要能够混入八卦圈 但是不得不说 最重要的我觉得 你先自爆 如果人家在说 谁谁谁啊 做事情不好啊 什么谁谁谁 出包啊 那你不得不加入嘛 你就会说 其实上个月我也出过这个包 那大家就说 怎么会是这样子 你出了什么包 你就说 上个月我业绩没达到啊 我还不记得数字啊 还被老板问啊 然后被问倒啊 然后整个在厕所里面 很糟糕这样子 那大家就会笑 就笑成一团嘛 就说啊 你也是很瞎很ㄎㄧㄤ嘛 那这时候其实你也在八卦里面 但是你讲的是自己 哦 是这个意思啊 不得不讲的话 讲自己 那当你碰到人家跟你说 谁谁谁的八卦 你绝对要变成这个八卦的中职者 不要再传出去了 有的八卦很尴尬 而且但它又很有趣 比如说啊 你说我们那个组长啊 或课长啊 跟那个会计啊 你知道他们有一腿吗 哦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他跟我讲的时候 其实你也很想知道 对 当然要听人家要讲的时候 你不能说 哎对不起我不想听 这个简直就让你变成 就是绝缘体嘛 你说听听听听听 但是你不要变成下一个 在讲的人 对 对就是说我听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就停在这里就好了 对 但是态度可能也要注意 如果你是刚好办公室 那个最容易被陷害的人 对 到时候什么 明明你是听的 人家都说是你讲的呢 哎 那个真的是 有这回事 那会很衰 对 那所以我觉得 一贯的目标 就是不要再说出去嘛 所以没有人听过 Elsa 说办公室 谁谁谁的八卦 但是Elsa 都会说自己的八卦 而且在讲八卦的时候 Elsa永远都在里面 很认真的听 所以大家就不会 不发表意见 不发表意见 就是好好笑 讲的坏话都是自己的 对对对 这样子其实 你又没有得失别人 然后同时间其实 你也没有再继续散布 这些谣言 因为永远会有人说 这件事情是 Elsa告诉我的 所以这件事情 一定要避免 是 我想有时候呢 这个 我听了这个劝告 要改变一下态度 因为我旁边 就是你知道 很多女性啊 她很爱说八卦 对 其实我的个性是说 不要跟我说 对 我不想听 对 因为我怕扯到我 到最后变我说的 对 那我觉得 一开始我也是这个样子啦 就是说啊 这样 但是后来我发现 如果你不听 或者是你就是默默走开 是 下一次 你就是话题的主角 因为 通常在公司里面 就是不在的那个人 就是话题的主角 哎呀 这是真的有道理 老狐狸的江湖智慧啊 所以一定要处在那个八卦圈里面 那但是你就不要讲出去就好了 你就装作一个很好的听众 是 那讲自己的事情 你也谈到了办公室的礼貌 比如说你一定要对柜台人员 还有清洁阿姨很好 对 这里面有一些 那个好笑的case 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 我个人 劝告大家 办公室三宝 柜台接待人员 清洁阿姨或伯伯 还有待退休的资深前辈 你一定要特别的经营 他是办公室的KOL 柜台接待 我都出来了 柜台接待原因是因为 我曾经在某一间公司 这间公司的人都把柜台接待人员当成快递收发中心 对 现在就这样 对 所以他就必须要帮他们去收各式各样的 比如说生鲜冷冻食品啊 或者是某个电商的外送啊 或者是什么挂号邮件都在这边了 对那这个柜台人员后来就非常生气 就说我再也不帮这个人收海鲜了 如果他再寄海鲜到柜台我就给他放 放到臭掉 哇 讲那么大声 那个应该还没来上班 他很清楚 对 他表示说这个人他长期的把海鲜送到公司的柜台 然后要柜台帮他冰到冷冻库嘛 那柜台需不需要帮你做这件事情 他其实不需要 是 而且你也没有给人家一个谢谢 是 对就理所当然的嘛 那其实柜台接待人员 他们是这家公司的门面 他其实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事情他都知道 那所以你在他面前一定要能够感谢他 然后要能够跟他打招呼 那他对每个人都会说 这个人其实他的人设是很好的 其实我都有努力 虽然我也没有很爱跟这个大家聊天 但是像我们我住在 我自己写作的书房是在一个大社区嘛 然后我基本上对于所有的保全人员真的都很好 我如果吃厕编就大家吃 你知道吗 如果人家送我中秋月饼的 我就会这样顺手转送 不然他也每天在帮你收发一些东西啊 那么多户他哪里记得 你要先对这样子的朋友好 不过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的轮调也太快了 然后就常常柜台常常换 是 但我觉得很多人都忘记了 只会这个去 有的人是对下属很好 有的人是对长官很好 可是你忘了对那个三宝很好 三宝才是办公室最重要 决定你的人设的是这三宝 我记得有一个 我以前很久以前有一个前辈 他其实是 我不认为他非常的有能力或概念 但是就凭年资就升上了副总经理 升上副总经理的那一天 就是总经理走到了电梯下面的时候 那有一个阿姨 清姐阿姨你知道 其实总经理跟阿姨之间也都很客气的 因为他可能在公司也待得比总经理更久 就跟总经理说 哎呀那个A真的太好了 你能够升他当副总经理 我都好高兴 哇塞 然后不久之后呢 那个A就升为执行副总经理 哇塞 因为阿姨的关系 这是一个真的case 因为他知道你连这样的人都可以搞定 至少你当主管不会来给我搞麻烦 是 我阿姨这个case倒是 我听过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的前任的办公室阿姨 那我坐进去之后呢 阿姨每天来扫地 我都会跟他说谢谢 那阿姨就跟我说 你掉发的情况没有前任那么严重 就是他就说 他一直是说 你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焦虑 你前任常常掉头发 那那时候我就警觉说 连掉头发这些事情 阿姨他都可以拿来说 那所以我就特别特别注重 自己办公室的整洁 我甚至不让阿姨扫太多 我就自己会把该回收的 该清理的 汤汤水水自己倒掉 老婆说你体质比较好 就是说掉发的 洗发精选对了 那阿姨也曾经跟我说 某某某很爱吃零食 他的垃圾桶里面都是零食 然后会怎么样 早晚得糖尿病吗 我就会知道说 这个人上班的时候 爱吃零食 就这样子而已 但是我不晓得别的老板 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缺点 在我来看我是觉得 吃零食就吃零食没关系啦 但是可能有些老板会觉得 你上班还吃零食 你还有时间吃零食 那可能也显现出某种压力 对 所以有很多的讯息会释放出来 那阿姨还曾经跟我讲过 谁谁谁的信用卡账单 他怎么会看得到呢 因为大家有个习惯 就是觉得丢到垃圾桶的东西 大家就不会看 但是信用卡账单 我觉得是非常私密的 请你千万记得去睡纸机处理一下 所以阿姨看到信用卡账单 也跟我说 说这个人这个月刷了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阿姨当然 她的工作就是清扫 那因为她工作是清扫 所以她对清扫的内容 她有很多的研究 那这时候她要跟我聊的时候 我也没有办法拒绝她 但我就不小心中 知道了很多人的习惯 所以办公室三宝 这个清洁的阿姨或是叔叔 千万千万要能够尊敬她 说的对 我以前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的主管 她都参加那种放高利贷的 诈骗集团被倒了 不是有自救委员会吗 阿姨就说 我跟你讲办公室有哪些人 就是有踩到高利贷集团 他们被诈骗了 阿姨知道事情真的很多 那第三宝就是代退休的人员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讲第三宝 幸福好时光 这是时报出版的 45招赢得职场躺平权 这里的躺平绝对是正面的意义 就是你可以工作的很好 不要太累 像Elsa一样 5点55分电脑合下来 就是要上班 其实我也觉得是很正确 你现在在办公室里很久 反而老板会觉得你效率有问题 浪费他的冷气 未必会真的肯定 你在公司待这么久 但你不能迟到就是了 好那第三宝呢 第三宝就是代退休的人员 资深人员 那这群人员通常在公司 会占据比较阴暗的一个角落 那你大概也不太知道 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因为上班的第一天 可能也没有人帮你们引荐他 那他就是 其实就是公司的元老啦 也不求往上爬 就稳稳的做退休 那这一群叔叔阿姨们 你一定要过去 好好的打招呼 时不时的跟他们出去吃饭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最知道 这家公司的严格 历史的脉络 你的老板 可能从菜鸟的时候 他们就看过他 一路爬成老板 他们是看着他长大的 所以老板的妹妹嘎嘎 还有公司里面谁谁谁 他的属性怎么样 他人格特质怎么样 这些叔叔阿姨伯伯们 都非常的清楚 可是我有个问题 有时候你听完这些老鸟 讲完之后 这公司你还真不想待 大家都觉得 天哪 我听到太多了 但是 简直是没下预况 简直是没下预况 但是老鸟的老鸟好处 就是他会告诉你 非常非常中肯的大实话 就曾经有一次 有一个职位的调动 老板来告诉我说 这个职位前景非常好 就是又是你很好的一个历练 那我就去请问了 这些资深的老鸟前辈 他们就告诉我说 这个位置绝对不能去 去了 你就是肉包子 就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有这么凶险的地方 有这么凶险的位置 好像是一个诛仙镇 但是老板在说 说服你的时候 当然都是卖这个位置的前景 就是说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是什么位置 它是一个 一个都做行销 开拓一个新品的市场 可是新品可能失败过几次 失败过几次 所以就没有人去做这个位置 他告诉你说 这是很好的挑战 那资深老鸟就告诉你说 其实前面谁谁谁做过 做过 不仅没有出入 而且下场还很惨 那这时候你怎么办 就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那老鸟就告诉你说 看你天天中午 也跟我们拌暖 吃饭 我们也不想要 看到你在这家公司 太早消失 因为你还是个 可爱的小妹妹 所以就劝你说 不要去 那这些东西 当然不会有人告诉你 你的老板不会告诉你 你的平辈也不会告诉你 别的部门 老板也不会告诉你 是因为老鸟会告诉你 所以待退休的资深前辈 你一定要好好的 跟他们多聊一聊 你写到了在会议里面 不要当哑巴 三招就会变成关注的中心 这是你真正历经的case 我觉得每个都挺好笑的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就突然还是有天上掉下来的幸运 好 其实我在会议里面 碰过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比如说活生生的主管就睡着了 他就是睡魔 那那时候我在报告的时候 我就用雷射笔指的数字 连续问了三次any question 他还在点头 但是没说话 他没有说话 所以他一直点头 我想说我有报告的这么好吗 那这时候我就走过去 看了一下他 我发现他在打瞌睡 然后呢 我就一边 那就是没问题啊 但是在开会的时候打瞌睡 我觉得还是不是太专业的啦 那所以那时候我就还 就是好心的拍拍他的肩 然后用背影遮住会议室的其他的人 那也许是因为这个场面 实在太尴尬了 所以那年我的品牌业绩 他全部都化压同意 从此之后我就真的很想要再找到 他可以打瞌睡的时间 如果我逮到他睡眠失调的时候 我一定去约他的会 因为我知道他应该都会打瞌睡 这应该不难找到 因为他们可能飞回来这里有时差 他们有时差 对所以这也是个很好的时机啊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蓝色月光下的薄荷钉 那时候我看到香港老板在跟我谈加薪 那我不带任何的期待 因为我知道台湾人加薪 大概就是那个range嘛 5%10%已经很高了 是 结果这个老板竟然一下子帮我加了50% 那那时候我嘴巴张开 我喊着那个薄荷钉 你的表现是有那么好吗 是不是公司业绩低 后来我发现 因为香港 这个老板也是新上任的老板 他发现为什么台湾人的薪资这么低 你这样说好心酸哦 我是心酸的 那时候我看了这50% 我知道后面的理由其实是 他发现我跟他其他的香港同就是下属 就你做的还不错 可是你竟然就是怎么最低阶层的薪水 对所以他帮我加50% 那时候我惊讶到我的薄荷钉弹了出来 可是这也是表示他要重用你 希望吸收你当新妇啊 当然当然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十七八八 你如果胆敢自己跑去跟老板说 哎帮我加薪啊 我日子已经就快过不下去 外面通膨这么多 通常老板心里在想什么呢 一定想说这种主动来加薪的 来争取的 其实你要去哪都可以啊 我没看到就是表示你没表现 因为以外商公司而言 那个钱不是老板的 他为什么要帮你加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 就是安静离职 他也不愿意好好做事了 他就是带带乖乖的坐在那个位置上面 那但是他也没有在帮公司做任何的贡献 他也不会跟你要求加薪 他就是坐在那边而已 这就是安静离职 因为其实他自己心里也知道 去要求什么加薪呢 哪有什么机会呢 公司没有你也没有不可或缺啊 没有这么critical 没有这么关键性 所以我反而觉得 如果你真的很有自信跟老板说 我觉得我值得加 因为我怎么样 而且我也是怎么样 那是因为你是做行销跟业务的 通常你知道公司的报表 还有你掌握多少资源 重点在哪边 他何必差你那一点点 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行政 或你是总机 你就千万不要去 因为你不是公司的命脉 OK 那坐这种位置的 其实也有他好的地方 就是说他没有压力嘛 然后上下班可以自己掌握 所以答案是有压力的才有加薪希望 是 有压力才有前景 你才有能够bargain去谈判的资格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最好笑的是 因为我的老板大部分都是外国人 那虽然他们会讲一些些中文 但是很多时候那个英文啊 是一下子找不出中文来怎么讲 那前一任的意大利籍老板呢 就是觉得我们某一个高级的品牌 在百货公司一直没有成长的前景 所以他就问一下说 我们的那些街边店 就是我们在菜市场看到这种 资深堂啊 然后会卖一些阿嬷内衣的那些店 其实他会卖保养品 他就问说这样子的店有没有机会 然后他就一直讲lingery lingery lingery就是英文的内裤 内衣 所以你都外商公司听他这个英文 应该不难啊 对但是因为那时候的业务头 他没有听过这个字 可能我们比较习惯听underwear 那他讲lingery 所以他连讲了三四lingery 那个业务头听不懂 他比较文雅 比较文雅 那这时候意大利老板 就用他的意大利口音大声的说 累库 就是卖累库的 对 那这样反正听不懂 大家都不是母语人士 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没有关系 但是在在会议里面 听到意大利老板说累库 这两个字 真的我觉得全场都在闷笑 笑到要中逢 好那其实这意大利老板也很有趣 他人家连菜市场都注意到了 其实现在在行销上 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那我们有时候有电商 也会注意到说 有些公司变得好快 好厉害 但有些公司就是 你怎么用传统的贩售方式 想要来做电商 你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 装了什么东西 对不对 而且有时候你一看就知道 你这个模式 一定是的啦 好我们等一下再聊 这是洋葱爱尔莎的新书 45招赢得职场躺平权 那爱尔莎现在在哪里呢 我现在全职家庭主妇 加上作家 那你现在当全职家庭主妇 会不会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就当那个有外伤的节奏 会不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 我坦白说头三个月真的很恐慌 尤其是老公小孩出门之后 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那你就开始洗衣服 晒衣服 西地擦地 什么事情都做 我真的不行 因为也没有人敢叫当家庭主妇 因为三个月之后 我老公一定会发现我发疯 变成一只恐怖的母狮子 也是错乱的 对 然后你就把自己的形势力 也是排得满满满 好像跟外商公司一样 你看还是有习惯 那你的满满满是在做什么 比如说九点到十点中间 我可能做家事 十点到十一点我去运动 十一点到十二点去买菜 十二点到两点我备菜 两点到四点我写作 我看书 就是搞得真在上班 你自己开了一个公司 对 那搞不好还跟自己开会呢 对 自己还约自己也会 自己跟自己在re稿这样子 那后来我就发现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为什么 我就已经离开公司了 我还知道公司的习惯在做事情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放松 就是事情每天做三样重要的 就算跑银行也是一样 买菜也是一样 三样有做到了 我在看我的心情 如果我想要继续做事 我就继续做 如果不想要做事 我就躺平看剧 这个就是家庭主妇的特权 然后这本书也是这样写出来的 因为毕竟在外商公司 也过了一二十年的日子 对 什么重要职位都做过 是 那我反而觉得在家里面 可以照顾家人 真的是最难的事情 是 是最难而且最辛苦的事情 你现在是要照顾小孩 对不对 小孩几岁 最小的升小学五年级 也蛮大了 然后国二 然后最大的现在大二 有三个 所以他们的range差很多 每个有每个不同的需求 可是小孩到了青少年之后 你不管多厉害 或不管多贤惠 青少年是不太让人家管的 是 他会突然会 你知道吗 对 我后来就觉得说 我外在的所有的事情 都没有在家里应付内自然的困难 真的 因为他已经温文儒雅又可爱 然后但是呢 到青少年的时候 好像荷尔蒙会引发他天生的白眼 我真的是感同身受 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我的女儿是换了一个人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对 我觉得有人 我后来心底就很惶恐说 哎呦 还好 我们不是那种写说 孩子好乖 好乖巧 结果突然发现说 因为我打了自己巴掌 而且我的女儿回到家之后 她就回到她的房间 门就关上了 是 啊 我一整天就再也没看过她出来 嗯 可能洗澡吃饭会出来 我们小时候也差不多这样了 我后来想想 真的是这样子吗 可是小时候因为妈妈很啰嗦 哎真的 我们都已经尽量做到理性父母了 是 可是青少年还这样 还这样 啊我现在进她的房门 我一定是先敲门 嗯 然后等到说进来 我才能 才开门进去 会有对话吗 也不会有对话 你看吗 很少啊 而且我都 而且你不能乱问说 哎功课写好了 不要问这个 不要白眼 热烤烤几分 不要不要 不要问 我现在都在我的房间用IG跟她对话 哎呦 我也差不多 我觉得现在讯息虽然很隔离 但是好东西 至少她会回我一个可爱的贴图 对 或者是梗图 哎 说到梗图就已经要流泪了 嗯 所以我在房间IG她说 晚餐想要吃面还是吃饭 她就跟我 饭 我说30分钟后准备好 你觉得呢 她说可以 我就觉得哇 天哪 她有回我IG 她没有封锁我 嗯 我已经觉得万幸了 这是真的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封锁别人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知道被封锁的感觉嘛 所以只要小孩没有封锁我 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嗯 啊这在职场上是绝对不会有的事情 是 谁敢封锁我 所以我有时候 我有一天哦 我就会 就有一天好像是有一个小争执 我就会对她呛声 她说 你真不知道 你妈是只母老虎啊 嗯 在家里给你当闭猫踩成这样 哈哈哈哈 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嗯 你 你说 嗯 也好 没有 你就 会 像一个 灵魂一样 就这样飘走了耶 哈哈哈哈 其实我很不能接受 后来我老公进来还跟我讲说 那是因为在职场上没有人敢呼啰你 是 所以呢 你不习惯 我说哎呦 这还是站在小孩那边 你怎么了你 哈哈哈哈 的确在职场上谁敢这样子跟我们说话 是吧 就算是平辈 甚至是老板 他也不至于不回答你的话 要不要赶快早一点脱离这生活 早点脱离这个生活是不是 嗯 因为小孩也大了 最小的是五年级 而且最可怕的是他即将又进入青春期 遇到第三个 第三个 不理我的陌生人 通常要到大家都二十几岁才会变好 对 这样有没有很可怕 我觉得很可怕 这十年当中我现在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就是我就是个奴 我不仅是猫奴 我是孩子奴 青少年奴 青少女奴 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奴才 就尽量的侍奉他们 但是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宠坏他们 是说我在青春期的时候 其实我妈妈对我管教是非常严格的 她是没有敲门进来这件事情的 就是我的门不能关 然后她进来永远是看我在干嘛 就有的时候我在听歌在抄歌词 那时候还会有这种抄歌词的行为 她都会说你为什么没有在念书 所以我现在尽量避免我自己做这件事情 不过我们都想要当一个 我们童年自己理想的妈妈 结果常常会发现 小孩到了青少年期 他们要理想妈妈跟你不一样 跟我不一样 对 像我女儿就觉得我出书很讨厌 就我的签书会有请她来 我的朋友就问她说 你今天会来啊 她就回答说我能不来吗 我是从来不敢请她来 从来不敢 对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其实就是病猫 不然我看你的书是觉得说 你应该再出去冲锋一下 因为那是适合你的战场 因为你在职场的确是如鱼得水 对 那这段话就录起来 就是看能不能对孩子潜移或发生 你看妈妈以前就是一只很大的 骁勇的老虎 现在呢 在家里呢 都当一只猫 可能十年后再放给大家听 她才听得进去 她现在什么都听不进去 真的 对 两个妈妈的共鸣 是 青少年真的很难搞 当然我们青少年的时候很难搞 还有有些人 一辈子都在青少年期 连老公加起来还算青少年 那就这该怎么办 还有一个职场的喝酒文化要提醒你 这个我也遇到很多 要看我到哪一国 有一些国就是要博感情的 我酒量不错 我也很怕 因为尤其那些炉蛋 就是要跟你炉的 就是一定要把你吊倒 你喝的他也没比较爱你 但是你不喝的话 他就是会觉得 这个故意就是言语欺凌 对 所以喝酒文化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痛苦 我觉得不管是在台湾 还是在大陆 都是 大陆还有分不同省 山东省的喝酒文化 跟广东省的喝酒文化 还不一样 很多大陆是这样 他说我来我自己先来 对我先干 先干三杯 对 那大陆的白酒 我又觉得特别臭 他不是白葡萄酒 是那种白酒 我知道 酱香型的 我也不喜欢 因为非常是 国酒 但是你喝了之后 从胃里面吐出来的 那个味道 我知道 对 所以后来我应酬 学到了三招 也是我自己 多年来的总结 第一个 先装嗨 因为人要喝酒 就是要放开自己 所以你进去 先装风卖傻 先嗨 人家不灌你酒 你就把气场炒热 那大家就觉得说 OK 你有进入状况 那第二个呢 左手拿威士忌杯 右手拿水杯 左手敬酒 敬完酒之后呢 你就喝一杯一口水 但是你不是喝口水 你是把威士忌到那个水里面 那你要拿茶呀 拿茶对 颜色比较像 对对对对 或者是深的杯子 啊不要记错 不要记成右手是威士忌杯 因为右手是你吐的 不会不会 那个一喝一接近你就知道了 在这里都知道 所以左手拿喝酒的 敬酒的杯子 右手把它吐出来 然后第三个是 你时不时的就装吐 就算你没有真的要吐 你也说对不起 我先去厕所处理一下 那时候那时候就是换喝的时候 可是那你要演技很好啊 这就是演技 用演技来换性命啊 如果演技不好 我酒量又不好 那我怎么办 我真的常常喝到 就是断片啊 那也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隔天又 又今天又不好喝 对对 然后吐出来东西又很难受 那我们又是女生 也会有危险 第二天还要上班 对对对 就看起来整个脸色发青 所以演技真的要好 这个没有办法 这样磨练出来的 然后说我去厕所处理一下 那我真的常常去厕所处理的时候 我只是坐在马桶上面休息而已 但是我听到隔壁吐的声音 那就是我同事的声音 我真的非常心疼他们 因为每个人吐完之后 那个声音都是沙哑的 那我就会趁机照顾一下 就是出来帮他们打点一下 然后下一次跟他们出去的时候 稍微帮他挡一下 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我的秘密嘛 是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为成年请勿饮酒 饮酒过量有害健康 理性饮酒 白目的 我就跟他说你知道我其实自己有收酒 我喝的酒也都很好啦 如果是真的太便宜的酒 真的不要拿来灌我 对 我也不习惯 你看我这不想高调吧 后来呢 哎你看 谁会灌你很贵的酒 不会 没有 成本不合 是不是 对 太便宜的酒我还不喝 所以常常会拿来灌你 就是因为那个他不挑啊 酒很便宜啊 又便宜 然后就难喝 是 所以我就说不然你拿好一点的 拿好一点我多喝两杯 多坏 对 好一点的 你真的你不用到 我就会自己来累 这是一招 这是一招 是 好 这个是Elsa 谢谢Elsa 谢谢淡如姐 谢谢听众